吉吉站和平国小的乐队在谢双双老师的带领之下 参与111学年度音乐比赛 魁威武五年重新回到舞台上就一举多得第13座冠军 下方也相当开心学生的努力有美好的果实 我们这次是第13次拿到第一名 谢谢我们的校长吴雨昕校长 因为她的坚持一下 我们在休息五年后重新再来一次音乐比赛 然后因为休息太久 所以其实小孩子没有比赛经验 其实非常稚嫩 也谢谢雅梅主任 雅梅主任很用心的帮孩子们复习 因为我一周只有来一次而已 然后孩子自己也很用心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开心的是 我在比赛的台上看到孩子是微微笑 好难得 因为通常其实比赛孩子都很紧张 但是我看有小朋友居然全场是对着我微笑 学生也表示虽然练习的时候比较辛苦 但最后夺得第一的时候非常开心 也感谢老师的教导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第一名 对然后很兴奋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很紧张 怕自己弹错 然后双双老师也会对着我笑 就会很开心 有时候拉手风琴会拉比较大声 然后可是就感觉手还好不会到很伤 可是一到那个台上的时候就感觉拉起来 就感觉特别的酸 然后这次拿到冠军就觉得 就第一次拿到冠军就觉得很好 就很开心 让这个团队一直持续的下去演奏演奏 和平国小乐队成立许久 常常都夺得第一 这次魁威武年在校方的支持之下 回到赛场上再度夺得第一 也希望为了能够继续努力 记者邱品逸 及集采访报导